買蠟燭有沒有 仔細看要先上蠟 縫透子要上蠟 這樣比較牢固 有沒有這樣子 是不是壓著蠟燭有沒有 抽線 你看線都在裡面 然後你看 我在上蠟有沒有看到 我是不是在給那個線上蠟 上兩三次 上兩三次 然後你就拿一個紙 假設這是A4紙有沒有 你的扣子咧 這樣呢 有 然後也是抽紗 書抽紗 有沒有看到 然後過來 雙線 就雙線 然後直接縫 縫就是 這個點到它對岸 有沒有 這個點到它對岸 就十字那樣 對然後過來 然後這裡是抽紗 不要穿過這塊布 穿過這塊布你就推薦 書都抽紗 然後 然後不要緊喔 你不要這樣就怎樣弄緊 我要鬆一點 因為等一下我會做一個東西 抽紗 我拿起來現在因為這很傷眼力 我要把布拿起來 你看如果都對角線 然後一次一次一回 這個好像眼力 只能抽 只能抽 你看 有沒有看到我的線 是不是都沒有 如果你讓我看到線就是推薦 對 所以 交叉棚也是那顆線 對 我還留著 你看是不是只看到一個點 如果你看到一坨線就是重做 好 重複同步動作 所以要重複同三四次 對 然後還沒結束喔 好 假設我現在已經三四次了 我就這樣子把它繞一圈 你看是不是每個點都有風大 然後我就這樣繞一圈 就這樣繞 繞好幾圈 你看 你看下面變成一個什麼 這樣比較不會掉扣子 嗯 所以變成一個有個高度 嗯 這就是扣子 對嗎 嗯 因為如果你這樣貼的話 根本就沒有用 要這樣子 嗯 然後再打結 打結收工 對不對 這樣扣子是不是比較不會掉 不會掉 對 而且很牢固 好 收工就是打結這樣 繞兩圈 我處理也是搓那個沙線 然後打結兩圈這樣收工 打結 這種結應該有會的人就會 就是繞幾圈有沒有 嗯 收工 那樣 不會的 就拖電幾次 呵呵呵 你看 這樣是不是就很漂亮 扣子是什麼 立起來了 嗯 你看是不是立起來了 你看是不是立起來了 嗯 有些不會封扣子 覺得它是扁的 你就是不會封 然後你真正 你真正會就像我們一樣 封完是 立起來了 這樣就好 好 好